简轮减碳成为各大企业以及民众热切关注的议题 华丽县政府军达集团旗下 洋院美帝度假酒店共同推动绿色餐饮 倡议爱地球持有机 蔬食低碳亭永续 落实推动绿色餐饮以及绿色旅游为永续发展 在南华国小学生们精彩的表演之下 洋院美帝倡议爱地球持有机 蔬食低碳亭永续 吸收企业供艇小农实践ESG的永续 共好向前行记者会活动正式展开 现在许多人表示 人类经济活动引发极端气候 造成全球气候变迁 进而威胁人类生活以及全球物种的生存危机 让近年排碳一次科布农环的议题 同时也建设到军达集团传门人隐存仇的坚持理念 我要谢谢林董事长 在对于我们有机的推广理念的理念 是走到全国全国的第一 当所有人都还没有看见的时候 秉存虫林董事长看见了 而且实践了 当然前面的十几二十年 非常非常的辛苦 非常的辛苦 因为农友反对他 他觉得我种有机 我到底我要卖给谁 虫子咬的 虫子吃的 我的收成更少了 到底我要卖给谁 但是也就是因为一个执念 一个身体力情 还有一个身心灵的收获 让林董事长不断的往前推进 中华佛教会理事长金耀法师表示 地球健康才能够孕育每个人健康 针对近年排碳这件事 已经是部分宗教都应该要努力的方向 而是大家都应该知福 习福而努力 不要让地球再发烧 这一次央夜的云董 他本身不但是爱地球 他更是爱人类的健康 所以他非常非常的强调 要怎么样能够用蔬食 来让大家吃吃健康 能够从这个蔬食当中里头 而让我们本身不跟所有的畜生 去这个解恶元 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一个企业家 升官花联30亿年的 俊达集团参办人允丑丑丑表示 作为永续的实践者 长期以爱地球友善大地 坚持有机种植推动SDGS实践 也整个央夜也从今天开始 规划了一系列的所谓的绿色旅游 绿色蚕食 这个目的就是让更多旅游的朋友 认识到除了旅游以外 它有更重要的责任 就是我们要怎么爱护这个地球 我们除了整个饭店 GTS的认证 是在过程里面看到 我们整个环境是有机的 这是其中的一项很重要的基础 我们军打三十几年来坚持走这样有机的环境 就是我们所谓的GTS的G 那T就是我们的旅游 那我们在旅游也不再像过去传统的 只是找一个地方睡觉就叫旅游 走出户外就是叫所谓的绿色旅游 其实我们把它落实了 就刚才我们记者会特别发表的 我们希望在这个旅游的过程里面 有更多更多的知识性 就像我们今天彭教授 为什么请彭教授来分享 这样的所谓的爱地球的一个观点 其实这个观点我们把它落实在 我们的旅游里面的一个课程 那在这个旅游的过程里面有很重要 刚才我特别提到的 其实蚕食是世界全球最严重的排放量 占百分之三十三的一个重中之重 需要去做推广让它能够低碳 能够减碳 能够碳中和 所以我们也推出了一系列的绿色蚕食 广西政府与俊大集团响应SDGGS 并且循环永续经营 低碳绿色旅游有机饮食 同时也共好与回馈社会关火的核心精神 将供应触角延伸到生态平衡 环保减碳 食品安全 食农教育 农村永续等多元面向 共同推动企业的绿色采购 让每个人都能够透过选择绿色饮食 让自身更健康 以台湾的自然生态与农村发展 一起朝向 欣欣上荣 生生不息的目标前进 感谢观看